大家好,我是万万 今天我想和大家来说一下关于我健身减肥的一些事 我呢从6月21号开始到现在已经坚持健身减肥一个月了 然后我现在就是有一些总结了一些经验和教训 然后想在这里和大家做一个分享 这个视频我会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我自己训练前的身体的状况 和我训练的项目 第二个部分就是我在训练当中发生的一些错误 然后或者说是注意思想 第三点就是我的饮食和我的生活作息 那我们就开始了 那首先我来说一下第一点就是我的身体的一个状况 就是我的这个我的身高和体重是 我是身高是1米72 然后呢体重是62公斤也就是124斤这样子 我在很多人就是大部分女生这个群里面不是属于特别胖 但是也不是特别瘦的那一种 但是因为长年就坐在电脑前面 所以我的这个就是我基本上没有什么肌肉 然后身体的一个状况也是比较出亚健康的 我在6月21号健身开始之前是一直是处于一个没有健身的状态 然后呢4月份5月份我有一些断断续续的健身过 但是呢也不是特别的有计划的 就是没训练的一个周期也就是时间的话也就是不超过15分钟 就练了就是跟没练一样 现在来讲一下我的训练项目 我的训练项目就是我在keep上面注册了一个会员 然后我根据keep上面会员的这个计划然后来做的 然后我现在主要的这个focus就是在我的这个腹肌上面 就是我想把腹肌的肌肉先练出来 所以呢我现在主要的训练的对象就是我的腹部 那么我就在keep上面选了一组就是首先是从6月21号开始选了一周的这个训练的这个项目 然后开始训练 它是由就是入门吧 算是腹部入门的一个项目 它是一周训练 呃一周是7天 然后训练5天 然后这5天呢大概的时长是在半个小时到40分钟左右 我现在就是6月21号开始第一周的训练项目我已经结束了 然后现在在进行第二个进阶版的一个训练的腹部的一个训练项目 就是呃是14天的周期 但是加上休息 然后包括这一周就是大姨妈来了 所以呢我整个训练的这个过程就被周期就被拉长了 所以我到现在还没有在第二阶段上面就是整个过程就是还没有完全练完 然后第二个部分的训练的这个时长就是基本上都是在40分钟到45分钟左右 因为有了第一阶段的这个训练的这个基础之后 所以这个呃在进阶版当中时间也会相对来说拉长一些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聊一下第二个部分 就是呃在训练当中我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呃错误 或者说是我有一些什么经验有一些什么教训想和大家分享 我呢就是已经罗列出来了 我想就是跟大家一一的聊一下 首先第一点就是我的训练时间 这个我觉得因人而异 但是呢呃我会建议大家在呃早上的时候做一个训练 因为我不知道对别人 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早上是我最就是能量最足的时候 也是在健身之后然后我会平下心来可以去做很多的事情 所以我会在早上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喝一杯水 喝完一杯水之后然后就开始做训练 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呃这个我觉得第二个训练 但是我不建议在我大家在晚上做 因为晚上做完之后你会整个人会很兴奋 包括身体一天呃用脑啊用身体之后 其实你到最后没有多大的能量 可能你训练的效果就会没有那么好 接下去的这一点就是我从 KEEP上面就是学到的一个经验 就是呃你如果做训练的话 基本上都是需要先做力量 再做有氧 这样会对你的这个呃这个训练的这个肌肉的训练 会更有帮助一些 就是因为力量型的训练呢会需要更多的这个 你的力量和你的这个呃就整整个来说会需要你花更大的力气去做这件事情 而有氧的话就是它是整个整个身体的一个运动 那你在运动完力量之后你再去做这些有氧之后就会发现呃对你的肌肉对你的这些力量的这个训练是一种舒缓的作用 并且有帮助提炼呃呃他这个这个肌肉呃呃 升华或者说是更好的去吸吸收 包括在你身体里面形成肌肉的一个方式呃在KEEP里面的话 我记得是就通常力量的话在15分钟左右 12分钟到15分钟左右如果你是初级的话 然后呃之后就是有氧都在20分钟左右 那你进入进阶之后他会可能动作大部分很还是很像 但是他会把时长拉到15分钟到20分钟 然后有氧会拉到30分钟左右 就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呃呃 我是第三点我就想和大家聊一下就是整个训练过程当中的呼吸 我当时开始练的时候我是一个不太会呼吸的人 其实呼吸在整个健身的过程当中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突然发现就是他KEEP里面会提醒 比如说呃吐气呼气 然后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坚持不下来了 就是你会发现你就是练到就是已经筋疲力劲的时候 你如果是用正确的呼吸的方式来做这个力量运动的话 你会发现你很容易就突破你的瓶颈也就是你会在这一段时间 就是你感到最累的时候但是因为你的呼吸方式改变了之后 你会发现你这个力气你这个动作做下来 你就可以顺利的去完成这个动作 然后在大部分的这个呼吸运动就是在大部分的运动里面 呼吸是用力的时候呼气 然后呃放松的时候吸气 这样子的一个循环的一个方式会帮助你有效的就是呃 缓解你整个肌肉的这个紧张就是包括呼吸的时候会给你一个更大的一个push 让你这个动作可以完成的更规范一些 这一点就是最后一点在这个第二部分我经验教训里面的第二个部分 呃最重要的一点也就是我认为就是我犯了最大的错误的一点就是收复 呃这一点呢如果说宝宝们你们想开始健身的话 我会强烈建议你们先不要去做力量运动或者油氧运动 你们先可以做一下收复的一个动作就是把你在你吐气的时候 在你吐气的时候 你的腹骨收回去 然后你就做这样子的一个动作连续做大概一到两天 呃只要你有时间就做呃整个hold住的这个过程大概是在40秒钟左右 然后你就会发现你的腹部会往内收 这个是我从抖音上面体态大师那里学到的 发现就是说因为你只有把腹部收进去了之后 再开始练的话你的腹部就收的很小 如果说你什么都不做 如果你不做收复的这个动作而是马上进行力量性训练的话 很可能你的就是你可能会练到有腹肌 但是你的这个腹肌会很难看 会像一块砖一样 就不会特别好看 如果说你想要有腰然后有腹部的话 那么我会建议你先做一下就是这个呼吸的这个动作 把腹部收进去之后再进行 包括在整个训练的过程当中你要不断的提醒自己 这个也是我犯的一个错误就是要不断的提醒自己 告诉自己收腹收腹收腹就是在呼气的时候 尽量把你的腹部收进去 这样才会让你的整个训练的过程就是施斑功倍吧 好了现在就来到了第三个部分 第三个部分我的就是饮食和生活作息 我在这一个部分并没有特别大的改变 我还是该吃吃该喝喝 但是呢我会相应的减少我吃和喝的量 包括我是一个就是早上不太爱吃东西的人 所以说我是可以做那种就是清断食的 我基本上从就是早上醒来九十点钟 或者说是九点钟左右 一直到下午的三点四点 我都不是在一个进食的一个状态 然后我哪怕是进食就是作为一个中午早中饭的话 我也是会吃一些很简单的东西 然后我会尽量吃黄瓜 然后吃牛奶 我现在给大家看一样东西就是 这是我今天的早饭 就是我自己做的 这个是奇亚籽 然后再加上芒果 然后加牛奶 这个奇亚籽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我可以做一期就是这个制作这个早餐的这个视频 因为这个奇亚籽是有帮你排泄的这个功能的 也就是星辰淡泄的一个功能的 我觉得早上吃这个是特别好 所以我会我经常会这就是我的早餐 早上基本上训练完之后我就会补一杯这个奇亚籽的饮料 然后一整天我会保持一个就是不断进水的一个状态 因为这个奇亚籽就是有吸收你身体水分的一个作用 所以你必须要保持你的喝水的这个量不能够减少 这个就大概是我的生活作息 生活作息的话我也没有说是特别早睡或者说特别晚睡 只是就是自己平日的一个作息的一个状态 在生活作息上面我也没有一个特定的安排 只是呢我基本上一天就吃一顿饭 就是晚上那一餐 但是我会尽量的把这一餐提前在五点 就尽量在六点半之前来完成 那有的时候也不是完全就是可以遵照我自己的医院去完成的 所以说我会所以说饮食和生活作息上面我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我想去看一下就是光我做这个健身和力量训练就是对我本身有没有一些作用 然后我会附上就是我健身的时候的两张前就是健身前和健身后的这一个月时间的一个照片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觉得说实话一定要像那种照片上面看上去有八块附近那种也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才刚刚开始做健身 但是我明显的感觉到我的身体有开始shape就是有开始做一个就是我的形式会有变化 不是像之前就是有很多的肉挂在身上的那种感觉就是会有就是身体会进行一个就是形体的一个改变 这个是我看得到的 好了那今天的分享大概就到这里 然后如果你有什么健身的经验教训或者说是有什么特别好的tips 你也可以给我留言 然后我会回复 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努力 然后变成成风过浪的小姐姐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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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Ы 在这里 你 此